奇怪的是,这通电话并不来自于英国本土 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X调查 晚晚回到伊斯兰,我是DK 我是D小 哈喽,大家好,我是L高 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云姐 哈喽,大家好,我是各位灵异 这里是性情由你 大家好,我是李明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地球旅馆,我是Lancer 大家好,我是Will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路,欢迎来到董托邦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Nikko感兴,我是K哥 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大家好,我是老五 大家好,我是老五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兄 大家好,我是众名媒的龙王 百目大,金字塔 推背神图海奥华 地心文明南北极 心灵通树预言家 人造月球,金星人 大洪水将大爆炸 时空穿越佳瑶市 起源末日有计划 轮回转世元宇宙 文明等级难到达 逻辑推理 诡异事 原来难辨 你我他 在这神秘的世界里 诡异事件 未解之谜 神秘预言 都市传说层出不穷 历史禁忌 宗教传说是永恒的话题 宇宙探索 外形文明 高级智慧 人类起源 是最神秘好奇的题目 也揭秘解密 案情分析 逻辑推理 悬疑悬换为主题的节目 一直在检验着我们的逻辑分析能力 这个宇宙是否是一个在按照编程运行的虚拟世界 你我是否都在游戏里 这些内容都是聪颖过人的博主们展现功利的话题 他们取材不同 风格也各异 在表现各自灵魂魅力的同时 严重的颠覆着我们的认知和想象 这里我简单的租住一下 订阅人超越10万的这类杂弹频道 客观的给他们排个队 还有一些频道由于订阅人数不详 所以没选 我选了20个频道 可能会不全面 个人行为不代表任何第二方 第三方 第四方 看官喜爱与否 请自行拿捏 第20位 频道叫信不信有你 订阅量11万5千 注册地点台湾 观点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这个频道的特点是两名主播之一的李明 观众非常享受他的声音 李明独特的嗓音 给人一种内心平静 周身舒服 祥和安宁 温情慈悲的感觉 他的播音不慌不忙 不急不躁 淡定从容 气度安详 看他的视频是一种享受 第19位 频道是光暗杂学馆 订阅量有12万5千 注册地点 在澳大利亚 大家好 欢迎来到杂学馆 我是Jason 这个频道专门分享 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种种事件 善良的 邪恶的 难以论断的 一起见证人性的光辉 面对灵魂的黑暗 第18位 鬼灵异案件调查局 订阅量12万9千 注册地点美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鬼灵异 博主鬼灵异 妮妮 是一个爱听鬼故事 却又胆小的姑娘 她和大家分享 各类真实的形式案件 诡异事件 及未解之谜 大家好 我是老吴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量子纠缠 第17位 老吴 Alien 订阅量14万5千 注册地点 在日本 老吴主要用自己独特的举例方式 关注千奇百怪的奇异世界 以科学的角度 去探索 讲解那些冗长 生硬的 难以理解的理论 16位 熊猫周周 订阅量14万6千 注册地点是英国 博主自称来自熊猫星球 每周给你们讲两个故事听 第15位 五大奇观 Top5 订阅量15万 注册地点不详 该频道的简介是 我们为你带来世界上一些有趣的事情 点缀你的生活 给你带来欢乐 2003年2月15日 伦敦苏格兰厂 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奇怪的是 这通电话并不来自于英国本土 而是从新西兰打来 第14位 老K奇弹 订阅量24万1千 注册地点是在台湾 主要是对中外各种奇温案件 通过福尔摩斯班的逻辑思维侦探 进行推理分析 每周更新一次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地球旅馆 我是Lainster 现在已经到了年末了 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里 将有哪些事情发生呢 第13位 是Earth Inn 订阅量26万5千 注册地点在美国 地球旅馆的主人是Lainster 他带领大家探寻未知的科学 动见科学的未知 内容包括时空 生命 预言 印度男孩 神秘现象 未解知名 外星人 麦康圈 人类知名 及宇宙奥秘等等 第12位 老肉杂谈 大家好我是老肉 我是小姐的 最近我们刚刚做过一些 关于人类语言的节目 我在开始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人类以外的地球语言 订阅量30万4千 注册地点在台湾 老肉是老高的 昔日同窗好友 合作伙伴 老高就是频道 老高与小莫的博主 老肉杂谈这个频道 制作严谨 叙事风格自然 真实性较强 吸引了许多粉丝 老肉与老高那点事 请自行查阅 第11位 嗨的叫我是大兄 那之前呢 老师跟大家聊 一些国外的都市传说 那今天呢 我们就换一个客户 订阅量37万2千 注册地点在日本 他的真言是 眼见未必真实 科学未必科学 放飞头脑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第10位 是订阅量有37万2千的 文昭思绪飞扬 注册地点 加拿大 这是著名时政评论人士 文昭先生 在油管上开的第二个频道 主要谈论各种脑洞 大开的传奇和预言等 文昭在片尾说 定个月关不住 下回更新不迷路 剪辑师小谢说 哦对了 每次说的都不一样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尼克感信 我是K哥 公元33年 33岁的耶稣 在耶路撒冷传道 第9位 尼克感信 订阅量41万 注册地点是美国 尼克感信 是从Nick Believe 翻译过来的 博主师K哥 大家好 我是魏 今天的故事 发生在2019年的佛罗里达 第8位是Win调查 订阅量44万6千 注册地点台湾 该频道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奇文奇案 诡异事件 询案分析 侦探推理的 第7位 一色档案 订阅量49万 注册地点台湾 博主是DK夫妇 他们主要讨论 诡异事件 悬疑案件 领异现象 社会案件 都市传说 未解之谜 是台湾在油管上 讲有关内容的前三年 第6位 是注册地点 在中国的小韩哥来了 订阅量69万3千 这个频道片尾的标准动作 1.说Peace 2.敬礼 3.喝水 4.发出 5.咕咕声 5.合尚手提电脑 6.起身离开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在小韩哥频道订阅量 只有几百人的时候 我就关注了 从此美机不烂 他的故事讲得越来越吸引人 粉丝都快70万了 点赞 小韩哥有主播学历 英国硕士 目前在国内大学任教 第5位是马连锦 订阅量有76万人 注册地点台湾 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连锦 马连锦的第一个视频是关于美人鱼的 然后涉及的题材有灵魂 时间旅行 登月 金字塔 外星人等等 按照马连锦的说法 自己喜欢马 脸又有点长 古约马连锦 拥有近1米7的苗条身材 9月2日出生的他 奇妙龄永远定格在18岁 第4位是自说自话的总裁 订阅量94万5000 注册地点葡萄牙 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一个80后 创业的同时还讲故事 从讲姓氏开始到历史人文 然后就脑洞大开了 我其实一直不太相信 哥们的歪你行说 自说自话的内容 包括宗教 传说 人类 遗迹 科幻等等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屋 欢迎小动乌托邦 第三位是订阅量 有94万7000的脑洞乌托邦 注册地点在澳大利亚 频道主小屋 是一位聪明又勤奋 自律又坚定的马农 除了母语中文之外 他还能讲韩语和英文 并拥有韩国 及澳大利亚的双硕士学位 在经历了频道大量 长期的黄标 及被黑客入侵的历练后 频道越办越好 虽然是副业 但订阅人只逼100万 大家好 我是Will 欢迎来到X调查 排名第二的是X调查 订阅量125万 注册地点在香港 X调查的博主Will 所讲的故事包括 侦探推理类 崎岖人物类 以及探索未解之谜等等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高 咱们上次讲了希腊生活的 全50% 今天来讲剩下50%的一部分 排名第一的是 老高与小莫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频道 订阅量现在是391万 注册地点 先是日本 后改为新加坡 最初 从普通的游戏网评玩家 到睡前给老婆讲故事的郎君 老高的人生旅途 有了志的飞跃 达到了高峰 现在 他俩是油管上讲中文 人气最高的网工夫妻 该频道也是此类主题 最受欢迎的中文频道 虽然 现在频道的订阅人数 在油管上屏蔽了 但我们仍然可以知道 订阅人数已接近400万 平均每天观看量有100多万 最受欢迎的视频 其观看量已超过1100万 关于老高的都市传说 各位可以自行在网上搜索 除此之外 还有解密日记 宇哥与小唐 红桃K日记 时光之谜 小宇宙传说 谜案追踪 老明TV 行政大案记事录等频道 博主们制作的都很努力认真 不论频道大小 每个博主都值得支持与尊重 总之 此类杂谈频道 可以给大脑增加回路 给想象力添加吃饱 脑回路增加了 脑洞就可以开得更大 想象力有了翅膀 就可以飞得更远 信不信有你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